青青在平时巅峰赛里面很喜欢玩火舞 还经常冒充队友九尾 平时KPL里面火舞都是给九尾来玩的 最近青青和九尾一起参加了雷霆杯的全明星赛 青青终于有了玩火舞的机会 还是在九尾的对面 青青的火舞操作还真是挺秀的 中期这波二技能命中了千诚的王昭君 然后马上接一闪加大招 瞬间秒掉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下一波团战先是进场用金身骗了一波技能 然后找到机会直接二闪追击王昭君 面对自己的亲队友 真的是一点都不留情 最后一波团战青青的火舞 大闪果断秒掉了北木的镜 又用金身规避了一波伤害 然后就开始疯狂盯着九尾的鲁班大师打了 虽然九尾只是个辅助 在青青眼里其他人都不重要 在九尾面前秀一把火舞才是最关键的 这局青青的火舞打出了7-1-8的数据 也拿到了MVP 成功在九尾面前秀了一把 老观众也应该知道青青以前在DYGJC的时候 就在赛场上拿出过火舞 当时的对手还是QGHappy 这还真是青青的一个秘密武器 但奇招终归是奇招 以后想看到青青的火舞 恐怕就只能在雷霆杯这种娱乐赛上了